第七版二十六记 三天之后 一座临时开辟出来的洞府之中 张掖把追魂钟从火灵界中拿出来 喃喃地说道 我的皱身伤势已经恢复 灵魂伤势也恢复了九成 现在该练化这个追魂钟了 张掖庞大的精神力量 缓缓地涌入追魂钟 开始练花 咦 张掖的精神力量一进入到追魂钟 立即就发现 这只追魂钟里面 并没有上一任主人的精神烙印 张掖的精神力量碰到的 居然是一层悬傲之极的封印 这一层封印 散发着远古气息 显然很久很久之前就存在了 奇怪 这只追魂钟里面 居然有一层封印 好吧 既然有封印 那我就把封印解开好了 张掖心念微微移动 调动计算傀儡 开始破解追魂钟里面的封印 张掖的精神力量提升到零到八重初期 不但实力突飞猛进 就连计算力也提升了数十倍 在计算傀儡的帮助之下 张掖的计算力比零到九重巅峰上人 还要厉害得多 常人一辈子计算不清楚的东西 张掖瞬间就能够明白 凭着庞大的计算力 张掖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 就破解了封印 破解了封印之后 张掖又发出了一声惊疑之声 原来张掖解开封印之后 追魂钟里面居然还有第二层封印 这第二层封印 比第一层要悬傲十倍 破解的难度也远远超过了第一层 层层封印 难道这只追魂钟里面封印着什么东西 张掖微微沉溢 他要考虑着要不要继续破解 想了一会儿 张掖还是选择继续破解 毕竟这只追魂钟乃是半部法宝 威力非常大 张掖如果能够炼化他战斗力 至少提升一倍 可以轻松地轰杀零到八重天方 五天之后 张掖成功破解开了第二层封印 这时候追魂钟里面又出现了第三层封印 第三层封印的悬傲之处又远远超过了第二层 而破解的难度也是远远超过了第二层 以张掖现在的计算力 要想破解第三层封印 估计需要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这也太久了一点 看来我还得炼制一批计算傀儡 进一步提升我的计算力 张掖沉吟一下 他并没有立即破解 而是开始炼制计算傀儡 张掖刚刚才杀掉了三个 零到八重后期强者 有的是材料 忙碌的半个月之后 张掖足足炼制了一万个计算傀儡 精神力量提升到零到八重之后 张掖的控制能力强大了许多 他估计 自己可以同时控制一万多个计算傀儡 因此张掖这一次炼制的计算傀儡 正好是一万 张掖的精神力量和计算傀儡连在一起 那种无所不能的感觉 重新出现在张掖的心头 一万多个计算傀儡同时计算 计算的速度要超过五百个零到九重巅峰上任 再配合着张掖精神的悟性 再选拗再复杂的封印 在张掖的面前都是浮亡 仅仅是半天张掖就破解了第三层 不出张掖意料 《追魂中》里面又出现了第四层封印 没完没了是吧 老子就不相信了 再多的封印也不够老子破解的 张掖毫不犹豫 立即开始破解第四层 张掖埋头破解封印的时候 龙六玉深山一处巨大的祭坛之上 一个浑身缭绕着阵阵阴风的白骨族强者 突然睁开眼睛 白骨族强者自言自语道 鬼活子 灵谷子和古英子出去追杀那个人族长老 迟迟都没有消息 追魂中也没有返回 难道他们已经遭遇不测 不对 他们的修为都是零到八重后期 那个人族长老再厉害 也无法奈何他们呀 这个阴风缭绕的白骨族强者正欲站起 突然身前的虚空微微扭曲 一个全身上下黑漆漆的影子出现在前面 黑色的影子缓缓地说道 阴风子 鬼活子 灵谷子和古英子前去追杀一个人族长老 迟迟不归 追魂中也没有返回 这事你知道了吧 阴风子点点头 哦 估计子 你来得正好 灵谷子他们迟迟没有回来 追魂中也没返回 这事情很古怪 我正考虑该不该派出族内的强者搜索 不用搜索了 我得到了一个消息 鬼活子 灵谷子和古英子的本命灯都已经熄灭 他们都已经陨落了 什么 阴风子猛然站起 事声惊呼 鬼活子 灵谷子和古英子 都是灵到八重后期的强者 白骨族花费了无数的灵药 才培养出来的 这三个灵到八重强者的远落 对于白骨族来说 实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损失 阴风子毕竟是灵到八重巅峰上人 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陈生说道 鬼活子 灵谷子和古英子 都是灵到八重后期的强者 谁有能力一下子杀死他们呢 难道 有灵到八重巅峰强者 来到了丹云十一域 古记子说道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最近 根本没有灵到八重巅峰的强者到来 以我猜测 鬼活子他们 是被那个人族长老杀死了 这不可能 那个人族长老 乃是人族最弱的一个长老 修为只有零到六重初期 一个零到六重的修炼者 怎么可能杀死三个零到八重后期的修炼者呢 哎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个人族长老 听说还不到一百岁 这个年纪 能登上长老之位 这就说明他的厉害了 而此人一到丹云十一域 立即就解开了护城阵法的奥妙 修复了三百多个阵法 让我们的进攻受阻 这简直就是通天手段 以这个人族长老的能力 杀死三个零到八重后期强者 也不是不可能的 银风子沉默了一会儿 叹息道 哎 如果真是如此 这个人族长老 实是我们白骨一族最大的敌人 事实上 这个人族长老修复护城阵法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是我们的强横大敌 因此立即派出鬼活子和灵谷子 去轰杀他 我们对他已经够重视了 但依然是低估了他的能力啊 是啊 我们族内的盛气追魂中 很可能也落入到了 这个人族长老的手里 这一次 我们都要受到族长的责罚了 银风子身躯微微一阵 显然 他对族长极为忌惮 忽然 银风子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诡异一笑 这个人族长老 对阵法之道的造语 对阵法之道的造语极深 玄傲复杂之极的上古护城阵法 也可以轻轻松松地 找到缺憾 进行修复 你说 这个人族长老 得到了我们的盛气 会不会尝试着炼花 会不会尝试解开里面的封印呢 古记子一直死沉沉的声音 突然发生了一丝波动 说道 很有可能 银风子突然兴奋起来 圣气里面 封印着白骨王的一丝魂魄 白骨王法力通天 懂得诸多远古密心 如果这个人族长老 解开了圣气里面的七重封印 放出了白骨王的魂魄 我们白骨一族就要雄霸蛮荒了 古记子的呼吸粗重起来 显然他也极为激动 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 死气沉沉的样子 圣气里面的封印 破解起来一重比一重困难 我们白骨一族找回圣气之后 每一代族长都尝试着破解 但每一个族长能够成功 这人族长老再厉害 也不可能比族长厉害吧 他根本就不可能解开 里面的七重封印 殷封子又沉默了 显然他也觉得 长也不可能把七重封印解开 好 嗯 李重封印 我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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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